預防犯罪先抓再說 孕婦跨年被當標載進警局 該說是預知犯罪還是您網務縱呢? 高雄市警方接獲勤資指飆車主義 2012年最後一飆在網路上號召跨年夜飆車 集結點包括老公公園及大平鼎 前天晚上11點 貂牌大批警力在大平鼎一處停車場 發現改裝車集結 還有一名髒型男子拿著擴音器指揮人車進入 警方盤查後查扣現場42輛轎車 還將現場96人全帶回小港分局查證 然而被帶回民眾中 還有帶著小孩的夫妻 抱寵物的情侶和孕婦 眾人不滿 警方莫名抓人 讓他們的跨年夜被迫在集局度過 為了這次 我們為了要再一次來強調 我們這個憶政司法的決心 我們規劃了這次的跨年網會的專案請務 預示批評警方不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此舉不但違反比例原則更是濫權 警方表示一切依法行事 因當下無法分辨誰是標載才會全數帶回 專家表示警方採取以情報為導向的手法 會比以往等飆車族出現才圍補有更好成效 但建議警方可將有飆車行為的車牌入下建黨 將來如果有類似預防新取締 可比對加強證據力 眾新聞高雄報導 主要參與 城市場 記憶 城市場 母克 todas readers 在 這裡